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集說一下主力吸醜指標中 有一條紅色的X線 還有一條藍色的Y線 有什麼作用是怎樣看的呢 首先我們打開一隻股票 先看看 例如同情旅行 按出主力吸醜指標 如果不太明白主力吸醜指標的用法 也可以看到我們巴財小秘書 這裡也有說出來 又出現了主力吸醜指標的柱狀圖 越長代表主力資金介入的力度越大 如果是突破X線 即是突破紅色的參考線 說明有大資金入場收集的籌碼 程度比較高 趨勢有機會出現反轉 一線使用的效果較為好 較為理想 如果你看到主力吸醜的信號過紅線 甚至超越藍線 剛才提到 紫色的紫狀圖越長 代表入場的資金越強 換言之 如果觸及到藍線 相對來說 那時候入場的信號 資金量更加大 我們看回每一期 每一期出現主力吸醜訊號出現的時候 都是相應地 那時候股價相應較為低位的位置出現 如果我們去決定找一些撩底位 根據主力吸醜的話 入場相對會穩固很多 所以我們要留意一下 看一看 那時候出來的主力吸醜訊號多不多 有沒有過紅線 如果你說過藍線 那就更加好 有時候我們也會看周線圖 如果你說中長線部署 想找到極便宜的位置 我們要時刻多留意一些長小小的周期 例如周線、月線的情況 我們有時候關注一下 有時候它出現吸醜訊號 未必是十分之強烈 未必是十分之多 如果謹慎起見的話 我們最好等著主力吸醜訊號 再過紅線線 甚至過藍線 我們入場就更加有把握 今集關於主力吸醜的紅線、X線和藍線的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